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獲得全美疾難救助志工組織年會 頒發年度最佳志工組織獎 這個獎項一年只有一位得獎者 政言上人感恩美東慈濟人在桑迪颶風災後的付出 以及全球慈濟人的共同互持 主持人公布全美年度最佳志工組織獎 由慈濟美國總會獲得 在109個志工組織當中 慈濟是唯一的佛教團體 這次在美國聯邦救災指揮總署的推薦下入圍並得獎 肯定慈濟人在桑迪風災 以及各項急難救助的動員 的確美東的這一波 慈濟人付出很多 也要感恩我們台灣的慈濟人 雖然人沒有去 可是財力的幫助也很大 可是慈濟人就會介紹 來自台灣的慈濟的起因 所以這就是不忘本 菩提靈力同根深 立體流離同心圓 全球慈濟人遍佈世界各地 帶動人間的善與愛 在府頂慈濟志工以話劇展現孝親的重要 並且帶領人人以奉茶感念清恩 回歸孝道的美德 這都是一個很幸福的人生 而且社會相和 家庭美滿 人的 這樣 小道善良 行善 行善 不能等 我们更要用感恩心 要付出爱 才能善的循环 爱的循环绵绵流长 让他爱的循环不断 搭幼儿园的小朋友承担欲否私疑 善念的启发不分年龄 在市长的教导下 小朋友不但学习感恩 也汇聚心中的善念为天下祈福 大新闻成信翁国家花莲报道